金鱼钓篮洗阴还是洗阳 很多花友都做错了 难怪不开花 说到金鱼钓篮我们都不陌生 其实呢金鱼钓篮呀 它是这个洗阳的植物 很多花友呢都认为它是洗阴的植物 所以呢都把它放到家里呢 就是照射不到阳光的地方 其实这样做是不对的 我们呢在春秋 一定要去给它春秋冬 夏季给它遮阳 春秋冬一定要去给它建充足的光照 这样呢才能够让它的叶片进行光 进行这个光合作用 孕育呢很多的花雷 如果长时间缺少光照的话 那么金鱼钓篮 它就会出现一个大量落叶的一个情况 所以呢不要长时间 把它放到一个阴暗的地方去养护 平时的话我们养护 也要注意这几点 才能够让它呀长得更旺盛 第一个就是土壤一定要选择透极性好的 第二个就是温度不能够低于10度 低于10度的话 它也会停止生长 影响开花 还有就是浇水了 它生长缓慢 不需要浇水过多 保持通风 定期的往叶片上 沛沛水沸即可